作为CBE第二阶段的收官之战 辽越大战无疑成为本轮最佳的焦点 本赛季两支球队曾在第二阶段有过一次交锋 当时刚刚加盟广东宏远的汉密尔顿 帮助新竹广东以14分的优势击败了辽兰 如今辽兰已经斩获了八连胜 杨明渴望用一场胜利为新春大战开一个好投 在赛前辽兰也迎来了双重利好 根据杜峰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赵锐本场比赛确定因伤并缺席比赛 赵锐的缺阵对于广东影响极大 他在场上的攻坚能力无人可替代 如今赵锐无法出战 杜峰只能依赖徐杰与胡明轩的超水平发挥 同样杜峰也谈到意见连出战存异的可能性 八连是因为身体出现不适情况 所以导致很可能缺席本场比赛 这就意味着广东将失去两名 首发极战力应对全主力的辽兰 在攻防两端会遭遇严峻的考验 首先说防守能力 赵锐的缺阵会影响广东的防守体系 他可以单防郭艾伦 同时进攻端也可以利用突破禁区杀伤 外线投射能力帮助球队 如此看赵锐与意见连的缺阵对于广东影响极大 而辽兰完全可以凭借人员上的优势成功 复仇广东作为第二阶段最具看点的比赛 在大战前夕 无论是杜峰还是赵继伟 都看待了这场对决的胜率 用一次常规赛比赛来叙述这场对决 胜负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已经不显得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健康 老王认为对于球迷而言 这场比赛的胜利会影响赛后舆论的压力 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一斗 希望各自主队拿下这场比赛 为第二阶段上演一场完美的收官之战 不过这次广东在赛前放烟雾蛋 辽兰方面不能大言 从两支球队上一场比赛对决来看 当时赵锐就因为情绪问题被杜峰按在板凳席上 赵锐全程几乎没有参与比赛 而广东就凭借出色的攻防 能力击败了全阵容的辽兰 杜峰提前变阵杨明副手稳了 所以广东在缺少两位主力之后 杜峰也只能采取提前变阵的策略应对辽兰 马上布鲁克斯将得到更多的出场实践 这次他能否摆脱张震琳的高强度防守 也是本场比赛最具焦点的对话 后场方面徐杰与胡明轩 应刚郭艾伦与赵继伟 国内最强的后场国手对决 相信不会令球迷们失望 对于辽兰杨明应该抓住赵锐与一线连的缺阵 尤其当阿联无法出战之后 他与汉密尔顿内线双塔的蝴蝶效应会大大降低 内线的双塔只剩下了汉密尔顿 杜峰很可能会采用小个阵容博胜力 用体能尽可能消耗对手 但是广东想要击败辽兰 必须整场比赛要保持全场高强度的防守级别 这对于广东球员与杜峰都是一次考验 从直面实力来看 再缺少赵锐与阿联的广东 辽兰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在临场应变能力方面 杜峰老道的经验确实比阳明更优秀 辽兰想要赢下比赛 尽可能前三节拉开比分优势 尽可能减少与广东打交折战的准备 一旦莫杰决胜时刻到了 广东在拥有马上的情况下 会占据很大的优势